歡迎各位貴賓來到總統府 這是科布亞部長上任以來首次訪問臺灣 非常高興在全球疫情趨緩之後 各位能夠順利成行 一起來促進更多的合作交流 這幾年來 臺灣跟馬少爾群島 在醫療 農業 教育等各領域都有許多豐碩的成果 也持續深化合作 像是去年 3 月 科布亞總統訪問臺灣 我們宣布成立臺馬氣候變遷調適應變基金 這次各位來訪 我們將一起見證兩國簽署這項基金的了解備忘錄 彼此繼續為永續發展來共同打拼 在農業方面 經過臺灣技術團和馬少爾群島政府的共同努力 去年 5 月 我們在科布亞部長的故鄉 也就是伊拜島礁設立了衛星農場 促進當地的農業發展 我們知道科布亞部長非常重視人民的教育 很高興臺灣是最受馬少爾歡迎的留學地點之一 今年共有 12 位馬少爾群島的優秀學生 獲得臺灣的獎學金 比去年增加 4 米 相信將有助於增進兩國的互動交流 我也要藉這個機會特別感謝科布亞部長和馬少爾群島政府 持續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包括在聯合國大會 世界衛生大會等國際場域為臺灣發聲 也成功喚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我們期盼臺灣和馬少爾群島 未來繼續在國際上相互扶持 共同強化世界民主的韌性 一起為印太區域做出更多的貢獻 謝謝 Thank you